高階跟進階函數學位,第二個就錄製聚集啦 所以每個範例裡面也許我有時候地方沒有講到,你也可以去用不同的方法 可以把一個結軌給試做出來 那第三個當然用VBA 那什麼時候該用哪一些 哪一些方法?我想這沒有固定的答案 資料少或者是簡單的,你用函數弄一下就好了,沒事幹嘛寫程式 對不對 除非說你要練習啦,你如果要花一點時間練習還沒差,想想看 因為其實VBA要學好,你一定要動手,而且要思考 思考過程當中呢 也會發生錯誤 那再來就解決錯誤 解決錯誤之後呢 也許你慢慢你會對這個語言越來越熟悉 那VBA目前其實只是 大數據分析工具裡面 最簡單的一個工具 後面還有很多啦,感覺好像那個打GAM 那個魔王,這是最小的魔王 如果後續你那些魔王都可以過關的話 相信你以後遇到任何資料 都不是問題 只怕沒有資料而已 資料越多越好 像我們現在 就是 不怕沒資料 不怕有資料,就怕沒資料而已 反正你要什麼我就可以給什麼 你要什麼東西 你只要講得清楚,我就可以幫你做出來 因為邏輯啊 像我們其實做的都是 順著那個邏輯 然後一個step,一個step,一個step 分別把它怎樣 有點像填空題嘛 所以 只要你跟我講得清楚啦 不要跟我講不清楚 那我也沒辦法 你連敘述都不清楚的話 那我沒辦法幫你做 OK,所以 思路清晰 然後逐步來做 我想應該沒有做不出來的東西 只要 電腦能做的事情 以前你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轉由 程式來幫忙 那也就以前你要一直重複做事情 這些動作 全部都可程式化 而且可以自動化 而且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而且時間到自動抓 可不可能可以啊 你就把它run 它有點像鬧鐘 時間一到 自動去幫你把網路資料 塞到資料庫裡面 甚至丟給任何人 或者甚至中間你還可以寫VBA 分析的結果再寄 你的老闆 或你的客戶 而且這全自動的 這都不是什麼問題 而且這已經是現在大家在用的工具 那像你不是大大 節省很多時間 即便你 有點像你已經請了一個人幫你每天做這些事情 那你可以寫很多這類似的程式 只要你電腦是開著 他就可以幫你完成 OK,那我們回到我們這個題目來 第一個的話呢 這一題又更困難 為什麼,因為前面的講的都是切割 那切割的話是有一個頭一個尾 可是這個地方的話呢 不是一個頭一個尾 他切割的部分的資料 是我要找出 某個儲存歌裡面 我要比如說是數字部分 或者是英文部分 或者是中文部分 那假設我把它分成三類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不過這題難度其實相當 相對的比較高 我想請你把 而且範例檔打開啦 C跟D籃也可以先把它刪掉好了 這兩籃其實可以不需要 那我們主要是 希望做出 算出什麼呢 第一個啦 而且我們先不要做切割 我先算有幾個 就好了 比如說呢 我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A籃 比如說 A2的儲存歌裡面呢 到底有幾個數字 幾個非數字 類似像這樣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我已經先放那個 完成的那個 那個什麼的 答案了 有沒有 我們的公式 不是公式的話呢 其實主要會用到 幾個 幾個函數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難度其實還頗高的 第一個會用到call 為什麼用call 主要這個call裡面就是要 先查詢一下 每一個字 它裡面的內碼是什麼 他會用call函數呢 把內碼 訊息調出來 這邊因為如果你要區分 他到底是英文或 數字中文 你大概只能從內碼去下手了 那怎麼知道內碼 第一個啦你可以用call函數 那這個內碼的位置 基本上在 我們最早在上那個 所謂的 什麼的那個 計算機概論裡面應該都會有一個叫內碼表 ASCII code的內碼表 那個內碼表的部分的話 我這邊好像有有沒有把它放進來 好像沒有把它放進來 是第19頁 裡面就會ASCII code內碼表 在這裡 那這個內碼表實際上 主要就可以透過call 比如說你今天切一個字給他 比如說1好了 你切一個1給他 對不對 他會 還給你什麼呢 就是告訴你說呢 你那個1的位置 是大寫 那會還給你69 OK 69 那也就是說如果他的範圍是在 65 到z 是90之間 如果他call 比如說我切一個字給他 他回來 就是65到90之間 那他是英文大寫 可是英文有分大小寫 那如果他是97 到多少呢 到122的話 他就是 也是英文 但是小寫 可是有時候 我們要判斷兩次麻煩 所以乾脆怎麼樣 像我的習慣是直接先把 不管大小寫 全部都轉成大寫 然後再來判斷 那你就只要判斷一次就好了 可是這邊又牽涉到一個問題 用哪一個函數可以幫我把 那個什麼呢 裡面的那個字串 轉換成大寫 所以你還需要去找 轉換 大寫的這個函數 那數字在哪個區域呢 數字是48 到57之間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想要知道 是47 如果他用Core的函數 然後呢抓回來 告訴我是 48到57之間 那他就是個數字 那我們這個問題裡面 第一個就是用Core 那Core之後的話 第二個就是 我們如果要把那些字呢 全部都 那當然Core 如果你今天在旁邊練習 插入函數的話 假設這邊把它刪掉 那如果說我今天 插入一個函數 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Core函數 在哪裡呢 在文字裡面 文字裡面有個Core Core裡面的話 你可以把它給test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他這個Core呢 如果你給他 不止一個字的話 他只會抓第一個字 因為有這麼多嘛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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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這麼多 但是他只會抓第一個字 OK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回來是69 69就是剛剛的1啦 可是那你想說 我要第二個字怎麼辦 那你就必須怎麼樣 把那個 Core裡面 先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先用Mid 比如說你要第二個字 那你就用Mid函數 做什麼呢 就是切第二個字 告訴他說 在這個裡面呢 你幫我 Stat number 第二個字 切一個字 有沒有 然後他會x 你在利用這個x 有沒有 去 外面再撿一下 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剛剛 最近使用過的Core 然後把它貼上 X回來就是88 OK 可是問題來了 Excel總共五個字啊 那你起步是 可是問題來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些全部都 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切 那切完之後再判斷 判斷完之後呢 再幫你加總 所以這裡面 會牽涉到蠻多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大概會用到幾個函數 Core就是 關鍵的核心 第二個是切割Mid 第三個呢 會用到Raw 那這個Raw呢 主要是 你要一直往下切 但是我不知道總共有幾個字 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Raw來產生一個範圍 告訴他說一直往下就對了 因為12345678 我可能不知道幾個字 那你可以 先把這些列出來 那我就全部都檢查看看 那如果說呢 它符合某個條件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是一定要是大於47 而且是小於58之間的 那如果這兩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它就會 返還一個結果啦 True的話就1啦 1乘上1有沒有 那就是1 再把這些1全部加起來 它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這裡的話呢 再用Sum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那ifl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有幾個字 所以我 在切割的時候給它的 9999個字 所以後面的話很多其實都是會錯誤 為了要避免這些錯誤的話 那我再用ifl 去把它過濾成0 記得最後就是加總 加總用Sum 不過因為這邊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裡面是一個範圍 範圍其實在Excel裡面就是所謂的陣列 那你要執行一個陣列的話 最後記得要Ctrl Shift加Enter 它會自動在外面產生一個大瓜糊 這個大瓜糊實際上呢 不是自己打出來的 而是必須要配合這個所謂的組合鍵 Ctrl Shift加Enter 它才能夠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啦 光這一題 一個這麼短短的一個公式裡面 就用了12345個函數 再配合什麼呢 配合一個大瓜糊 哇 光看到這個 感覺好像就蠻堅困的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按部就班 我講過啦 其實做這麼複雜的東西絕對都不是 一個動作做法 其實我們可以拆解 先從 切割 然後再怎麼樣 再用Core判斷 然後判斷完再用陣列 再去判斷是不是47到58之間 然後再把它加在一起 最後再執行陣列 其實就可以拆解 拆解 那當然有點難度啦 不過其實話說回來 其實說真的 一個這麼短 的 空間裡面 要擠這麼多東西 其實用函數 來解 我覺得反而比較 算不人道 就是 就是 這麼複雜的東西擠在一起 幹嘛呢 所以有的時候像這麼複雜的東西 我都比較建議不要用函數 不要用公式 為什麼 因為擠在一起 你不如用什麼 用VBA來寫 因為VBA把它寫成一個 制定函數就好了 制定函數 插入跟他講說前面幾個就回來就OK啦 就把它return結果幾個就OK了 那你VBA好處是你可以拆解很多行 慢慢寫沒關係 然後呢那個陣列有點像跑一個FOR回圈 跑一個FOR回圈 所以等一下我們 先把那個題目稍微了解 然後稍微了解一下我剛剛講的那ASCII code 這個內瑪 其實這個內瑪 你不太需要知道太多啦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的數字的範圍在哪裡 前面是實境位的 只要知道實境位置 還有那個 英文的大寫 位置在哪裡 小寫位置在哪裡 那這個主要是我們 後面還有延伸題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把數字抓出來 英文抓出來 中文抓出來 那這個都會牽涉到有關ASCII內瑪表 因為沒有 應該沒有別的方法 你如果不用內瑪 我實在想不出更更簡單的方法 OK那所以請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這一題 好那待會的話 我們按部就班 逐一個逐一個來完成 一個是數字幾個字 非數字幾個字 那後面的話呢再來就是延伸出去 就是再把數字留下來 英文留下來 中文留下來 就是做切割 但是切割的話 不像上個禮拜是 有頭有尾 這個禮拜是不是 不是頭也不是尾 是我要哪一種類型的資料 OK那當然如果工作上剛好 這也是同學 工作上 特別有遇到 因為他剛好他就是要數字部分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把數字留下來 所以他以前怎麼辦 就用人工來做 人工怎麼做 125有沒有 Ctrl C Ctrl V 那這樣子的話還得了 這要 少還可以做 可是如果資料一多的時候 那可能你就會 是一個大問題 OK所以接下來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該怎麼完成 會不會 啊 感谢观看